那现在在讲一些我亲身经历 我看过的一些神迹奇事 因为那些神迹奇事听别人讲就会忘记 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够记住 首先我要讲一个 我姐夫的一个叔叔的见证 这个人是国家干部 是一个老干部 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大约末大约是1977年还是七八年 大约七八年他得了个病很奇怪的病 有一天奇事就突然晕倒 所以睡得很重 后来把他送到福州医院去医治 结果根据各个福州医院都没办法医治 他说你这个是不治治症 他说这个比老年主流更厉害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病 几个福州医院治疗以后 他都不要他你回去这个没有医院 我们没办法 后来就回来把他送到我们夫妻室医院 因为他是县政府的干部县委的干部办公室 县委办公室可以说是县里面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里面工作 所以他那个父亲事医院他就要借收留他 但是抑制治疗没有效果 结果他的妻子也去拜偶像 人家是说你去拜偶像会好 结果他也去拜偶像 结果一点没有功效 后来我姐夫就引导他 我看你这个要去信主 但是你如果去信主 一定要信真耶稣教我 我姐夫 结果他就说你如果愿意信主 叫他来找我 因为我要来认识他 因为他跟我姐夫 我姐夫叫他做叔叔 叔叔当时他的一个侄儿就来找我 叫我去看看他 所以我就到父亲医院去看他 看见他哎呀人有点反常 不正常 讲话是很清楚 但是表情有点不正常 我当时就有点回忆 可能是撒旦工作 他说我现在医生说 没有愿我这个人 他说我这个党会啊 他是共产党嘛 我党会都已经 最后一次党会都交 我就是等死了 他说很奇怪 他说我这个什么小小的毛病 医生一点愿处 他说别的病不说 就是我这个大便 拉不出这个毛病 他说任何的药对我都没有公药 他说奇怪医生这么无人 这是最简单 但不要说我身体现在很多地方不舒服 就是我想解决这个排便能够顺畅 这个办法医生都没有办法 你说我怎么办 他就想那我说 他说看起来你这个毛病世界没办法 你要靠住 那我说你既然在医院里面没办法 你还是回去 我也不敢 也不敢叫他说你不要医治 我说你回去 反正要拿回家去吃 我们教会就派人帮助你祷告 那他说好那我有点考虑考虑 他说我回去还有报县政府批准 我也不能自己说说回去就回去 我说好那你看看 你如果什么时候回去 你叫人吞治我们一生 我们教会派人去帮你祷告 后来果然没有过几天 哎 县政府当时就派一辆汽车送他回来 当时汽车也很傻 那个七十年代 结果他就叫他侄儿跑到山上 我当时整署在山上 告诉他这个说黄明铜 他是姓黄 命 生命的命 铜树的铜 木字铜一个铜 黄明铜 他说他回去了 我一听说回去 老婆就开始 我们就跟几个铜工讲 大家轮流去帮他祷告 后来那个当时 王德全老知识还在世 他也下去帮他祷告 老知识 他 但是因为我姐姐那一段 身体不舒服 刚好在家休息 所以王德全老知识 就住在我姐姐家 结果大家通过祷告以后 病慢慢有好爪 但是身体还非常虚弱 后来因为我姐姐在家 引导一些人信主 乡村的人 但是包括他那个当地 那个卫保健院 就是当乡村医院一个医生 一对夫妇 原来是天主教 也被我姐姐引导来归政 所以我姐姐姐夫就吩咐上来说 他们下面有洗礼 一些人有受洗 那我那一天晚 那一天下午 我就跟温开书指使 一起到那个乡村 那个是山山南部 大约二十里路 叫做前雪村 现在那个村建了一个河殿障 很有名 我就到我姐姐家去 那我到姐姐家以后 我就先去看望这个环明童 看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就说感谢主 我现在有慢慢好转 但是身体还很虚弱 走路很不方便 不能走路 那天晚上他的棋子又收洗 后来我就 他说我今天棋子 但是天气比较冷 大约 大约旧里大约九月份 大概是这样子 八九月份 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比较凉了 他妻子想劝他 那天晚上也洗礼 但是不敢白天洗礼 都是晚上洗礼 他最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妻子啊 会叫我今天晚上也要洗礼 他说我身体这么虚弱啊 窗户打开都会 都会感冒 窗户都不敢打开 打开都会感冒 所以说 那我看见他没有信心 我说那不然 这一次你就先不洗礼也可以啊 下一次再洗礼 不过晚上你能不能 我们有聚会 你能不能过去听道 他说那听道可以 结果他就叫几个人 把他胡 胡到我姐夫家 姐夫家以后他不能坐 那我姐夫就拿一个住的 躺的 一些人躺下来那个住的床 叫他躺在那边听道 斜斜靠在那边听道 那天晚上也说我讲道 我就讲道讲了一些洗礼的真理 以后讲了一些洗礼的一些见证 蒙恩信主以后 蒙恩得救的见证 还有病得医治的见证 哇我看见他听得非常的专心 结果我讲完了 我当时讲道可能也是讲超过一个钟头 大概讲一个半钟头 很感动讲得很感动 最后我说现在我们要去洗礼 谁愿意去都跟我们走 我就这样讲 他一下子等来躺在那边 一下子坐起来说我也要去 原来不想去 那结果就叫几个年轻人 把他胡到海里面去 那个到海里面也比较有 慢慢走走到海 海边去洗礼 结果洗礼完了以后病就完全好 洗礼完了病就一天一天好起来 最后又恢复工作 活到可能将近九十岁 可能去年才离世 后来他就恢复了 又当干部 又当官 但是他还是保持信仰 但是虽然不敢到教堂 守安息 但是他身体不舒服 就会请祷告 但是我去看他的时候 哎呀 求主灵敏我啊 我信心软弱 因为我这个工作限制 等我退休我一定会去教堂 结果果然以后再退休 退休以后 每一个安息都会来聚会 同时还会在教堂做见证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神经